Renderforce.com 中国又一大杀气曝光,媲美西方主流水平,杜文龙给出高度评价。 直十九一直升机 诸葛小车军行观察第2696期,近日,据媒体报道,中国又有一款大杀气被曝光了,但这次已经不是直十了,而是专门用于出口的直十九一型武装直升机。 并且,就连军事专家杜文龙都对这款直升机给出了高度评价,杜文龙称,这款直升机足以媲美西方主流武装直升机,但与它们相比,直十九一价格却只有它们的一半。 西方也承认,这款直升机的性能已经堪比眼镜蛇直升机了,而且还拥有更先进的电子设备。 而专家对此表示,得益于这些优点,这款直升机必将在军火市场上大卖。 直十九一是一款四吨级的轻型武装直升机,从外形上看,这款直升机采用了武装直升机非常常用的串联座舱,但在机身的后半部,明显采用直九直升机的设计。 采用这种设计有多个好处,一方面能够减少直十九一的研制时间,因为中国的直九技术已经相当成熟,直接运用在直十九一上能够大大减少研制周期。 而且,串联座舱也能够大大降低这款直升机的重弹面积。 直十九一的武器挂架。 诸葛小车军型观察第2696期,虽然这款直升机是一款新型直升机,但却采用了双发射系,这样能够让这款直升机具备非常充沛的动力,大大提升机动性能。 而且,动力充沛后,这款直升机的挂载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,具备非常不错的攻击性能,并且这款直升机还具备优异的空战性能,能够在空中争夺至空拳。 那么直十九一能够挂载哪些武器呢? 主要武器有以下几种,首先是火箭发射潮,能够发射不同口径的火箭弹,采用这种火力能够对敌方装甲集群以及补兵造成大面积的杀伤。 其次就是蓝箭副九导弹,依靠这款导弹,直十九一就能够远距离精确攻击敌方坦克装甲车等目标。 另外,这款直升机还能够发射天面九十导弹,这款导弹一发就能够把阿帕奇直升机给击落。 另外,直十九一还配备了大口径的机枪,能够压制敌方步兵。 直十九一 诸葛小车军行观察第2696期,那么中国为何在拥有了直十的情况下,依然要研制直十九呢? 而且还推出了外贸版,恐怕不只是赚钱这么简单。 首先,直十九一相较于直十,造假更加便宜,这样固然能够吸引更多装备不起直十的国家来购买。 另外,直十九一也能够作为直十的一种补充,在战场上执行侦查任务,这样就能够减轻直十的压力。 平级注持十九一接近的性能,强大的火力,再加上这款直升机非常低廉的价格,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绝对非常具有竞争力。 这款直升机将彻底打破西方对先进外贸武装直升机的垄断,给第三世界国家更多廉价实惠的选择,相信这款直升机一定能够在军火市场上打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